桃園市政府为了拓展艺文欣赏人口 续办了往年艺文巡展活动 今年将从5月底开办 一共有15场精彩的演出 邀起来的团体横跨传统和现代 包含了音乐、舞蹈、戏剧等演出 在桃園各区都有场次 要带给市民充满艺文气息的夏夜 精彩的开场表演为今年的桃園艺术巡演揭开序幕 为了拓展桃園的艺文欣赏人口 市府延续了往年的艺文巡演活动 今年邀请到14个团队来进行15场精彩的演出 内容包含传统和现代活动相当多元 2017年的桃園的艺术巡演 想必会非常精彩 那我们是基于文化平权的理念 希望文化也不要有沉香落差 那希望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高水准的表演 包括音乐、戏剧、舞蹈 或者很多创新的表演 那我们选出来了有14个团队演15场 从5月底到8月初 表演的团队包含九歌儿童剧团 狂美交响乐团、明华元天字戏剧团等等 都是由专业的审查委员所临选出来 表演的地方横跨桃園各区 举办在公园、学校 都是免费入场 要将艺文活动给普及化 提升城市的艺文气息 每个地点都是各区里面 那么适合的地点 但是以前比较少演出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让这次的艺术巡演 能够把桃園当作是一个没有围墙的舞台 每个地方都看得到表演节目 那也希望文化的平权能够让我们把文化当作是城市的灵魂 让我们每个地方都展现文化的活力 艺文建设除了硬体设备之外 培养市民的艺文审美也是很重要的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艺文巡演的网站 搜寻场次资讯响应活动 台湾有线新闻陈彦润採访报导 艺术巡演在